Tradd的同学你们好,我是关老师,好久不见 大家都收到了这个Acebook的这个阅读报告吗? 我知道你们也收到的苏海彩株 你们可以先试一试,做差不多三到五篇的阅读报告 你可以用新天地或者是其他的华文的一些阅读材料来做这个苏海彩株 这个Acebook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苏海彩株的一个阅读报告 苏海彩株不像这个一样,这个是Acebook 其实我是抄这个Facebook,然后关老师改了一改 就变成了一个Acebook的这样子的一个阅读报告 Acebook,Ace就是A嘛,就是很好的意思 所以好的书,你要做一个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好书 所以一开始呢,你可以画一下这个书的封面 就是Book cover,你可以画一画,在这个小小的地方画一画 第一个东西你要做就是故事简介 故事简介就是这个故事简单的内容 你可以写几句话,告诉我这个故事书是在讲什么的 英文就是说它的content 之后呢,你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故事人物是谁 在这本书里面呢,或者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 你很喜欢的,你告诉我他是谁,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人物 再来呢,这本书你喜欢吗,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就是说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 因为故事很精彩,很有趣 为什么有趣呢 因为里面的人物啊,很有趣 做的事啊,很像平时你看到的学生一样 或者是你这本书你学到什么道理啊 告诉我你什么道理,你学到了些什么 所以呢,你就很喜欢这本书 到最后呢,关老师希望你可以从这本书或者这个故事里面呢 写下来五个好词好句 可以是个句子,也可以是个短短的一个词语都行 不过呢,你看到关老师要你写至少五十个字吗 所以呢,所以呢,这个好吃好句呢 不只是写四个字而已哦 所以你可以写一句话 这个好吃好句呢,为什么这么好用呢 你可以在作文呢,使用 如果你作文呢,用了好吃好用的对的话 你的分数会很高哦 接下来呢,你可以在最后呢,在旁边呢 画一些comic,一些漫画,一些插图的 你可以用四个图片来画一个漫画 告诉我整本书的到底在讲什么 你也可以画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人物的一些插图 然后呢,发挥自己的creativity 发挥自己的创意 或者是一些骗图片来给我 好